還有我們今天議會的同仁 特別代表民進黨團做程序發言 像我們雖然主席說 我也非常敬重的一個政治的前輩也是好朋友 但是我知道你也是無奈 說這樣政治的安排 原本今天在立法院 是本屆也是本會期最後一天的委員會 照理本屆本會期最後一天的委員會 原本排的議程是經驗考察 但是充滿了政治味的政治意涵的 去針對單一的個案去做這樣的一個委員會的安排 我在這邊代表民進黨要提出嚴重的譴責 如果真的要排這樣的一個案件 我建議是應該排 已經快要過年農曆年了 你的油電水這個部分到底要怎麼樣 整個年底的民生物資怎麼漲 你的國發基金到底投資了哪些麻油油股 到底國發基金裡面去富行哪些 單純的麻油油股票 我認為這才比較符合公平原則 但是我們認為單一個個案已經三年多了 之前不講 選舉敏感時刻 剩下三十幾天的時候 就故意 用這樣 像一種編寫連續劇一樣 一種烏龍爆料 然後配合 這個委員會的一個唱雙網 我認為 這真的是 有失為一個 目前執政的泱泱大黨 又有四分之三國會的執政黨的作為 這個我們要提出嚴厲的譴責 如果真的要關心這些的話 應該去辦理一些目前民部聊生 包括目前中南部的一些農損 屏東的蓮物 農損的那麼嚴重 橫村的洋蔥 農損的那麼嚴重 屏東的木瓜 農損的那麼多嚴重 包括很多地方的農損 我們經濟委員會主管的是經濟 包括也是農業部門 為何不去乾脆辦一拜一拜一個這樣 針對農損或是老農津貼加碼之後 未來排庫 農委會來做專任報告 這也才對阿 因為馬上連夜一號就到了阿 要排庫了 這些宣導區 農民不知道阿 我就認為應該排這些 比較有 真的 真的必須的一個議程才對 而不是這樣 針對性的 我們比較遺憾 大家在經濟委員會 相處這麼久 大家都非常愉快的在 在委員會裡面 不分朝野 不分黨派的 為共同在民生議題 共同把關 但是在 本屆 也是本會期 也是本屆 最後一天的 阿 這個委員會的議程 是排這樣一個 針對 政治充滿政治性的一個議題 我感到遺憾 但是我們也要 特別要求我們行政部門 該 該有的一個作為 是應該據實以告 而不是 配合這樣的演出 來加碼這樣一個戲演 我認為 有是一個事務官 或政務官 甚至 民代 都應該自我的一個約束 我認為這是我們一個善意的提起 那我在這邊 也要再三利用這個程序發言 向 我們的委員會 包括我們招委 包括國民黨這樣的作為 提出嚴厲的譴責 好